一次全部做完,你可以先,比如說我要先108的話,那你可以先插入一個函數 用文字裡面的那個mid函數,因為它的那個108剛好在中間 所以我們用mid函數先切108出來 那所以呢他會問幾個問題,第一個你的字,你要切的字串在哪裡 第二個字你要從,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要從第幾個字,第三個字 那你要幾個字,要三個字,所以你分別給他10,這個地方就108回來了 所以你只要看一下是不是108,如果算錯了沒關係,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反正108按確定 但是我們不是要108,我們是要用108去查那個對照表,所以通常其實是會分成兩個步 兩個步驟來做啦,沒有說一次就全部要你全部做完,因為你要一次做完,這樣還蠻辛苦的,而且很容易做錯 所以你可以先查出108 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減下來,不包含等號,減下來 插入函數再利用那個,先用文字嘛 再利用檢視與參照 的最下面一個v2函數 去查什麼呢 就查,LugarValue就查什麼 查這個東西,查108 去哪邊查呢 這個f3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單位嘛,其實在單位裡面查 單位裡面就是 101是這個,102是這個,剛好它是四串,所以你不用轉嘛 OK,所以如果,當然如果它這個地方回來,跟你講說108 是一個數字的話,那你就是要轉 好,那這邊它有個,後面,其實大家看一下啦,它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裡,你其實可以點這邊一下,再點回去 它也會自動幫你跳到這個對照表的位置 OK 那我們要第幾欄呢 第一欄就要查的,要把第二欄帶回來 所以第二欄 那比對方式的話呢,就輸入0就可以了 0的話是 False False的話就完全要一模一樣 OK 好了,之後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它會幫你查出來 那不過呢 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向下填滿 它就幫你把它全部查完了 OK 那組別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一樣 所以組別在第幾個呢 A嘛 A應該在第七個吧 所以跟剛剛一樣嘛,你就是 先用文字 函數裡面的MID 不過剛剛有用過啦 那剛剛用最近使用過算了 最近使用過裡面呢,就會跟你 用過的 會跳出來 然後這個資料裡面的第七個 那我只要一個字 所以給它 就有點像 回答一個問題啦 所以函數其實就有點像互動的 你回答問題,它給你結果 就大概是這樣的 這叫做函數 OK 那如果這個函數呢 在 Essal裡面有 那就是 就是內建的 等於是官方版的啦 那如果它沒有 可是你需要 那怎麼辦呢 你就要自訂 就用VBA了 OK 所以其實你們學的裡面其中一個部分就是寫那個自訂函數 OK,按確定 好,那A出來 一樣把這個東西剪下來 然後怎樣 插入函數 最近使用過 V2函數嘛 所以按確定 把這個A貼上 那去查什麼呢 查組別 一樣F3 去組別裡面查查幹 那組別一樣呢 會有A是這個 B是這個 那沒錯 所以呢 第幾欄 第二欄 比對方式 0 完全一模一樣 按確定 查出來了 那升等的話呢 是第一個字 所以一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是 其實用MID好了 乾脆 這個裡面的第幾個 第一個字 要幾個 要一個 那你會發現回來的話 只要是用MID切回來一定是一個文字 前後會有雙語號 OK 這個地方很關鍵 那如果說你今天一樣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函數 V2函數 去查的時候呢 它會是個文字 那查什麼呢 查升等 所以F3 查升等 那你會發現這個E 前後它沒有雙語號 OK 看得出來吧 所以如果 這個E跟這個E是不同的 它是數字 它是文字 所以兩個絕對不會match 所以假設 假設 如果 照做 不改的話 你會發現按確定 它會出現 什麼呢 這個 NOTS AVAILABLE 就找不到的意思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在做這個的時候呢 你只要一個動作 就是把它轉換成數字 它是文字嘛 把它轉成數字 那轉數字的方法 你記得就是那個Value 在外面爆一個函數 就是這個Value 前面跟後面 它就幫你怎麼樣 把它轉成數字 再來比較 就會找到了 OK 如果你不是數字來比它就找不到 數字跟文字是不一樣的 在Excel裡面這個觀念很重要 其實不只是Excel 其實以後在做VBA程式撰寫 或者其他的程式語言開發 或者資料庫也是一樣 資料庫裡面呢也會有那種 所謂的資料型態的問題 不同的資料型態 你比較 雖然看起來是一樣的 可是實際上裡面存在電腦裡面 電腦就認為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概念一定要有 OK按確定 好那你會發現 住專就查出來了 就差一個什麼呢 Value OK那這個Value主要是 作用 就是把文字 轉換成數字 它的功能大概就這樣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就記得 有個Value 這樣的一個 函數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就完成了 那考核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比較 那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這三個比完之後 乾脆相加除以3 最簡單 所以相加 那怎麼查 一樣 查入函數 那我們一樣怎麼樣呢 用那個Value函數 這個地方不用密的 因為直接查 查什麼呢 查這個甲 那甲在哪一個呢 F3 因為他有兩個嘛 一個是烤雞一個烤坪 所以如果不知道 沒關係 反正就按一下 有沒有 這邊出現A 那顯現不對 所以 再按一次 那再按一次的話呢 他再去找什麼 烤雞才對 OK 他只差一個字 優假 那查第幾欄 一定是第二欄 比對方式 輸入0 就可以了 85分 按確定 好 那可是問題 我後面 後面還有兩個成績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 複製起來嘛 然後呢 加什麼 這個 那第二個成績 跟第一個成績差在哪裡 差在這個嘛 改成G3 就好了 那後面再加嘛 再貼 那這個呢 差在哪裡呢 這個改成A- 這個呢 他是烤雞 可是 對照表 如果A ABC那個 是在烤坪 所以很簡單嘛 如果你懶得再打一個 其實把G改成平啦 如果你懶的話 你Delete掉 按一個F3 你知道 這邊也會 好平嘛 點兩下 也可以啦 要不然你把那個G Delete掉 重檔 也可以 相加之後呢 除以 3 所以要先加 特別是 所以先加 請你在外面包一個 刮糊 因為你他 一定是先乘除後加減啦 所以你要先把它刮糊起來 讓他先加 再除 好這樣才對嘛 OK 如果你沒有刮糊 他會先 後面這個先除了 再跟他前面加 結果就不對了 OK好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算出來 他的 這個 考核的這個部分 那比4的話呢 就等於 這個比較簡單 等於這個成績 乘上0.3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 0.7 這個是他的比例嘛 30 30 這個70 OK打勾 好點兩下 那這邊合計的話就是把他怎樣 等於 這個成績 加上 這個成績 OK然後打勾 還好像還要乘上 乘上他的 他的0.6 再加上 乘上那個什麼 0.4 OK 應該沒問題啦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運算 好 那名次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叫 RANK 統計裡面 有一個叫RANK EQ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用到過啦 R開頭 所以你就往下找 RANK RANK EQ這個 然後 他的成績 在哪個範圍呢 在 在 M3 Ctrl Shift向下 到M40 但是記得要按F4 因為這個範圍是必須要固定的 但其實你 比較標準的應該 M不用鎖啦 不過其實 OK不要鎖好了 其實只要鎖列就可以啦 因為我們只是向下 那M不用鎖沒關係 好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呢 名次就排出來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很快的 就把 這幾個 公式就帶出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你有 這麼多個 那可是你現在只有做一個 那怎麼辦 其實我教過一個方法 第一個 做完一個之後 你可以把公式帶到其他的 儲存格 怎麼做呢 一 先做完 二 按SHIP的鍵 記得按SHIP的鍵 然後呢 去 點助理員 這個時候呢 他會出現 所謂的 工作表的多選狀態 多選的話呢 接下來你就是直接 游標放在 其實這個時候他就每一個都選取 那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游標放上去 放在哪裡呢 你剛剛做的第一個公式上面 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的話 你意思就是說 把公式呢 幫我們 複製到其他工作表 鎖以外的工作表 自動會幫你複製過去 所以打勾一下 OK 這個也是一樣 游標放在這邊打勾 這邊打勾 這邊再打勾 記得不要向下填滿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會有個問題 因為他列數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列數不一樣的話 你向下填滿 那變成說 這時候已經全部打勾完了 記得取消 取消怎麼取消 記得你點任何一個 他都不會取消 他現在還是多選狀態 你只能夠點選 這四個以外的其他工作表 他才會取消 OK 不過你現在切換的話 他還是可以看到 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自動幫你做完了 那你要取消的話 就點這四個以外的 比如說等級 點選之後 這個時候呢 才會取消多選 那我們就切到 零組來看 不過你會鑄磚 你會發現 Ctrl向下 他到40筆 可是零組到幾筆呢 Ctrl向下 他一百零一筆 所以 最後如果你向下填滿 他會 怎麼樣 跑到不對的地方 所以 接下來你怎麼可能個別要一個一個去幫他再重新再向下填滿 才會是正確的 好這邊向下填滿 但是呢 有個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名次 因為我們是M M40 所以呢 他的列數不同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查一下 或者你這個範圍 你看他重選 點這邊一下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讓他再重新跑一下 不然的話呢 他比對的範圍會出錯 這邊再F4兩下 這樣的話打勾 再把他向下填滿 所以特別注意 雖然公式複製過來 但是 RANK的這個地方 可能要再把他修改一下 其他就OK了 做完之後呢 每一個 重新再填滿 改一下名次 我想這個地方呢 就很快的 就全部做完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部分主要是 再把那個VIPI人數 再把它重點 回顧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也就是 人事考評 像這樣的 將 常常會需要 查一些資料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 算是參考這個地方的 一個範例 第一個當然你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對照表 對照表呢 是建議 跟上個禮拜講的 就是先 定義一個名稱 以後呢 用F3 以後 其實你會發現 用F3來存取 其實是相當的方便 好 那以後的話 你要去查詢 VIPI函數的時候 他會跟你要個對照表 你就F3 他就可以幫你查出 你要的資料在哪裡 自動就可以把資料 從另外一個 對照表 幫你查回來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試一下 這個是 人事考評 管理系統的 範例說明